今天呢在地争台湾故事 我们要带您看到屏东县 可以说是农业大县 不过每一次碰到台风或是豪雨 农孙也是非常的可观 屏东县府去年跟今年 他们就分别开办了 养殖水产保险还有农物保险 以及务农者的职业灾害保险 当农民的后等 2017年7月 泥沙台风登陆时 狂风暴雨肆虐 光是屏东县加东乡三小时的雨量 就高达415毫米 今年的823热带性低气压 豪雨重创南台湾 整个屏东县几乎是泡在水里 在风雨过后 都会对农作造成损害 如果光是靠政府的 天然灾害补助是不够的 为此屏东县政府去年推出 全国首张养殖水产保险的保单 去年5月生效的雨量参数型 养殖水产保险 在当年7月底 泥沙河海棠台风接力登台后 就达到理赔的门槛 依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 只要连续48小时 降雨累积523毫米的雨量 就可以获得理赔 在去年开出了全球第一张的水产养殖保险单 那农委会 渔月署出这个三分之一 县政府三分之一 农民保险户出三分之一 目前先在东港 林边 嘉东 访了四个乡镇四半 而今年的823热带性低气压豪雨 降雨量同样也越过门槛 共有43张保单获得理赔 余温范围约27公顷 理赔金额共将近2760万元 两次的理赔 让投保的养殖户很有感 而在今年 屏东县政府继续推出 产量占全国七成以上的联屋保单 这个以台风风速及降水量参数联屋保险 事先在县内主要生产联屋的 八个乡镇为四半序域 这个农委会负二分之一 那保险户跟县政府各负担二分之一 农民在今年的823号 也得到相当迅速的一个理赔 保单逐险分成两个项目 十分钟平均风速时速大于103公里 823毫雨没有达标 但在降水量部分 连续五天累计600毫米的雨量 就有达到标准 若以美甲地投保最低金额六万元来算 可以获得两万两千五百元的理赔 约有七十多位连屋农获得理赔 当然有帮助 因为我们连屋来说 还没稀薄 所以我们的损失就较少了 所以可以理赔 当然这是个保险 个个保障 连屋保险的好处在于免勘灾 依据东京气象厅的资料达标即可 灾后十天内 理赔金就会入账 让农民努力一年的心血 得以有保障 跟随父亲的脚步 曾去家在大学毕业后 就返乡做家里的养风事业 在养风的工作上 必须要经常弯着腰 或是因应花旗而搬迁 沉重的风箱 这是要付出相当的劳力 所以职业上的伤害是难免的 他们以前他们的腰 我知道他们两个人都有开过刀 所以都没有什么保障 现在我回来务农了 就觉得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这位也是返乡务农的青年卢旺生 家里有六甲多的芒果园 会想要回乡种芒果 除了从小就开始帮忙 做起来得心应手之外 卢旺生是想要减轻父母的工作量 其实他们职业伤害的部分 其实也蛮多的 例如一些半中午腰的一些 腰肩盘突出之类的一些职业病的伤害 对 那就是想要回来帮忙这样子 农民的工作要付出劳力 也会有职场上的伤害和职业病 但一直以来农民的农保 只有生育 生脏 伤脏津贴的给付 跟劳工的劳保给付有很大的差距 为了照顾屏東县40万从农的工作者 屏東县政府在106年底率全国之先 推出屏東县职业灾害未住金自治条例 把职灾的补助 从劳工扩及到农民 增加了农民的保障 以新上路的保障来看 在劳动场所因职灾死亡者 发给未住金3万元 失能者一等级给予1万5千至2万5千元 不等至未住金 住院4日以上未满10日者 发给3千元 10日以上发给6千元 虽然慰问救助金额不大 但是法令已迈开全国的第一步 而这第一步得到中央的正式 在列院长我要特别感谢他 排榜定案之后 在2018年在立法院 经过不分朝衛大家共同的支持 农民职业灾害将来纳保之后 会让更多的农民有更多的一个保障 预计在今年11月 有农委会推动事办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这个要看天吃饭的农务工作 在政府立法和修法的运作下 让农民的健康有了保障 把农作物的损失降到最低 青年从农的意愿相信也会增加 民事新闻 黄明生 评论报导